今天11月12号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呢 文化部长龙应台应邀到了总统府专题演讲 题目叫做孙艺先这个人 让不少传统派的官员还有监委啊 觉得说你对国父太不礼貌了吧 但是龙应台解释说他早就已经把题目改成了1912 但是来不及修改邀请函的内容才会引发争议 绝对没有不尊重国父 国父诞辰应邀到总统府专题演讲 文化部长龙应台制定题目1912 要谈大时代氛围 但一开始他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后来就感觉说那说小一点讲孙艺先这个人 把这个我本来其实把题目用简讯传给杨艺书长的时候 心里想说他会不会跳起来 觉得不够尊重 可是我懂得他跳起来 他竟然没有跳起来 就话历史画家子一开停不了 龙应台原本打算专讲国父升平 所以定了个题目 孙艺先这个人 还强调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也没意见 不过收到演讲邀请台的监察委员可不正想 秦丽慧君就认为台湾话说鸡类狼 与其上就让人觉得不礼貌 还有不居民监委直接批评 孙艺先这个人本来就有贬低的意思 不应该这样称呼国父 甚至有人拒绝出席 龙应台主动成亲 题目早就改回1912 只是邀请台来不及休 才会引发争议 绝对没有不尊重国父的想法 说这话应该要考虑周全一点 在我来讲我觉得很好 因为孙艺先也是他的名 一向被外界认为有跳脱框架的创新思维 龙应台入阁担任文化部长 但在以传统思想为主的官场文化中 过分活泼跳脱的想法 恐怕还是难以获得认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正 台北采访的